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网赛 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你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应或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为甲方崇祯书院 月方保良局赛就有学校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辩元 甲方主辩吴卓宜 第一副辩 萧浩欣 第二副辩 邮清霞 杰辩 陈志鹏 月方主辩 蔡河燕 第一副辩 李己桓 第二副辩 叶施宇 叶施宇施宇施宇施宾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这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天主教国德胜中文辩论教练 黄一鸣先生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辩论队员李永恩小姐 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长苏健云先生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有一丁提示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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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採規已經發布給各參賽學校,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好的話,現在請先由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4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如果這樣的話,聽不清楚? 可以 主持評判,還有各位大家好,講到虛構,不知道大家會想什麼 一直以來推購的東西是人類公佈實體媒介製出來的幻想空間 可以指遊戲、動畫、暗幅、小說故事中推購出來的世界 推購世界大多其實已經不存在 直至2003年,牛津大學尼斯·博斯特羅武教授 提出了一個超級計算機奉義主導的說法 人類其實正處於一個面目奉義的世界之中 無論是我還是一個大數據中的其他資料 甚至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是由程序控制 然而加州理工學院計算和數學專家購買報告定時 如果計算機具備無限計算能力 就可以無移動所有的事物 我們根本就無法發現現身處於虛構世界裏面 但若然超級計算機出現15 突然令我們知道世界是虛構的 你又會不會選擇公告天下呢? 而要審視今天這件題 我們應該行量公告天下之後 對個人和整體社會的影響 基於以上討論 我方達成這件題 原因有二 第一 保障人類選擇共同決定命運 身而為人最大的幸福感 落於一種控制自己人生的感覺 能夠為自己做決定選擇想行的路 拒絕不想要的事物 簡稱選擇權 現實中聯合國人權雖然指出 人類有國式服用的選擇權 例如第二十三條保障人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第二十六條保障父母有選擇其主要的權利 因此知道世界是虛構的選擇 公告天下 就即刻為了保障人類的知情權和選擇權 了解真相後人類有權選擇留在虛構世界 活在幻想當中 但也有權逃離假象尋求真相 正如電影《闖門的世界》 主角闖門活在美好的虛構世界裏面 但依然不著在現實世界 不顧一切地逃出品場 看回現實情況 每當事情包括重大社會利益 例如全球疫情時 人類都有權利不惜真相 從而作出個人決定 原因正正是選擇權和知情權同樣作為人權 反問有方選擇不公告天下 是否覺得人類不應該有選擇權呢 第二集中群眾力量 改革區域世界 俗語有惑 單思不成事 獨目不成樂 一個人走得快 但一班人才走得遠 在有方立場下 以後自己知道世界是虛構 反靠個人力量根本就沒有突出任何的改變 結果只有一個 就是獨自一人陷入無盡的奧魯之中 相反 聽我方立場下 公告天下後 可以集中人類的力量 當人類擁有自由意志 世界就有可能不斷地作出改變 就好像22世紀殺人綁落 電影為例 直視男主角發現自己處於去求世界 他都沒有放棄到 反而積極對方 立合眾人的力量 最後成功逃離虛構世界 我方需要強調 我們正在強迫人類去做決定 一定要來開虛構世界 但有方同樣都反對不到 有人希望不在真實世界裏面 最後想問有方 有方今天選擇不公告天下 是否等於剝削人類選擇權呢 謝謝各位 甲方主辯發言時間是3分27秒 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 月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大家早晨 請大家感受一下 你坐的那張椅子 是光環、冰涼的 但如果我說 你坐的根本就不是椅子 只是全像投影 而所有的感官 都只是程式發動出來的腦電波 難道有方就沒有半分的恐懼 如果大家吃鏡 那就應該明白公告天下 有什麼偉業性的後果 不過有方還是執著於公告天下 首先 一口咬定資情權 但有方有沒有想過 資情權不是絕對的呢 例如 最民主的西方國家 都有《國安保密法》 即使檔案解密了之後 都會刪除所有重要的字眼 就是因為他們明白公眾安全 和國家安全 是比資情權更重要的 今天便是正正和公眾安全有關 又分立了的是 公告天下 並非將人類的未來交給人類 因為加入世界是虛擬的話 其實未來已經是掌控 在造物絕的手上 所以公告天下都無法改寫 人類已經注定的命運 但相反 你就是破壞了這個世界本身的安寧 本來不知道世界是虛擬的人類 可以安居樂業 毫無影響 但他們知道這個世界是虛擬的時候 他們就會質疑自己的身份 自由意知 和身邊的人的關係 這次有方並非將權責 權交給人 而是破壞了現在的安寧 有方輕信 因為有方似乎沒有思考 世界是虛擬的人身上的本質 究竟有多振興 如果我今天知道的 即是班主任秘密閃分 我當然無需太糾結 但如果我說我知道 其實在場一位男評判 是蜥蜴人 那究竟說不說好呢 這個真相的震撼在於 一 由根本衝擊 甚至顛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 二 匪夷所思 三 群眾難以接受 這樣的前提下 我們要公告一個 這麼驚天動力的消息 就必須考慮以下兩難 第一 有沒有人信 沒有人信 公告天下就沒有意義 第二 就算有人信 怎麼確保可以 先說沒有人信 便提著你 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中學生 何來威信 如果沒有人信 這麼公告天下又有什麼意義 更何況 我可能會被人當作精神病 到時我身邊的人 又會怎麼看我呢 或者你會說有人信 但從為自己 為人類 為物名 的三大層面 都不是好事 才想自己 當我是世界唯一知道真相的人 我會有什麼下場呢 在古代 證明地緣說的 達斯扣里 被活生生燒死 在現代 洩漏美國使館檢民的 士兵曼寧 被判監136年 當人類無法接受 衝擊自己認知的真相 便唯有處理 揭露的人 第二 為人類 虛擬世界衝擊人的自由意志 難免引起公眾恐慌 情相之父 高爾曼說過 當人們感到恐慌時 會作出不理性 比實際面對的威脅更誇張的行為 恐慌就好像一粒種子 在泥土裡面發芽生長 遲些還會播種 在第二度再生長 第三 為文明 一旦公告之後 高等文明會會秒殺了世界 欠缺六百萬年的人類歷史 尤方到時候連後悔也沒有機會 所謂能力越強 責任越大 是思想家福爾泰的名句 今天尤方竟然背負激吉吉 這麼驚人的悲伐 並應細聽前人的勸勘 三思而默行 最後問尤方 有沒有方法確保眾人相信呢? 另外有沒有理論支持 一旦公告天下 必然對自己、對人類、對世界都安全 謝謝大家 月方主便發言時間是三分四十七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自由派出台上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問時間為一分鐘 之後月方主便有一分鐘準備 然後由一分鐘時間回答 所有限時到達前十五秒均有一丁提示 叮 夠鐘則有兩丁提示 叮叮 之後則輪到反方自由派出台上便員發問 正方主便回答 請評判注意填寫分數的次序 反方分指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視米視米聽不聽到 聽到 可以 定 警方主席在各位 好聽 有4分鐘的開箭 用四個字總結了方法的立場 就是社會安寧 因為為了社會安寧 我們什麼都不應該做 但是看回歷史 今天社會安寧不是真的這麼做 今天法國大革命 今天美國的勃迫戰爭 今天列寧的革命 全部都欺憎社會安寧 但之後建立了一個穩定的社會 今天很高窮的 用甲備去摧毀一架 是假的東西 就是建立真實的東西 有方法國是不是這樣也錯呢 現在最後的是 今方法國大革命被人燒死 很慘 但有方法國大革命被人燒死之後 他的偉論比起 加利率發明不夠 然後你到今天知道地球是軟 你到有衛星可以用 你到今天我們可以用網絡打比賽 如果有方法國覺得 應該說的話 今天高法力 是不是也要收手 來到今天的人 都應該相信地球是平的呢 各位 現在反方主便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表面翻譯 是不是有毒 最後開始 貼了 絕對 constitu 不刊 絕對 老闆 無法 必須 叮叮 叮叮 請慢給我們可以 請你別丁艷 先和我們過這2關 第一,要戰勝創造我們的高等文明,就是做物主 第二,要阻止公眾恐慌,如果你連這兩關都沒有過 那你就確保不到公佈之後的後果,那你還想什麼 要做科研去研究,然後去對抗這個高等文明 然後去令整個世界去逃避這個虛擬世界 你又怎麼可以確保做物主,不會因為我們知道了真相之後 秒殺了整個世界,然後又確保,然後又怎麼可以確保 沒有任何人會有恐慌呢?多謝各位 然後輪到反方公佈,反方省自由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今天友方同學既然想公佈天下,就一定要處理想不需要人相信 還是想人不相信的問題 如果人是不相信,那友方說出來是不是浪費氣呢? 因為所有友方同學說的利處都是不會出現的 沒有意義的事,為什麼要這麼繞民去公佈天下呢? 但是如果有人相信,那又會不會發生恐慌呢? 那友方同學,這個兩難局面 你究竟是有些人相信呢?還是有些人不相信呢? 謝謝各位 正方一分鐘預備時間開始 好 好 來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是正方逐遍回答时间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向镜头示意 请向镜头示意 听到 叮 小石评判,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有关我问我,问了我一个问题 今天究竟,希望人们相信还是不错 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例子去解决 今天没有废,全球肆虐 今天我说出来,其实不会让我疫情停止 反而会让人去抢口罩,抢物资 但今天我不说,不断地废认,继续传播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中了废认 那是否有方向我们说,这个就是你想见到的结果呢 其实今天我们出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说出来,有人信也好,有人不信也好 大家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走什么路想去 今天你要去戴口罩,你不戴口罩,你要中废认,你不中废认 这些是你自己的选择 为什么今天给一个选择是一种错误呢 多谢各位 台上发问环节结束 现在是甲方第一副变发言时间 你有三分钟,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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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 听到 叮 请问 各位 大家好 又记得我方主任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有方今天选择 报告之下是否等于帮上人类的选择权呢 有方都承认今天会帮上人类的选择权 但是比起选择权 社会的安力更加重要 但是回看现实 即便要兼顾重大的社会利益 人类依然有选择权 例如全球疫情慢业 市民依然有权利的选择接不接中疫苗 问有方今天有什么被疫情有剧离架性的原因 要剥削权权呢 既然有方准备四分钟的发言 归立有方立场 认为社会安力大于一切 按照有方狼侵一传染病出现 恐怖袭击出现 都不应该公布哪下 为了有方和恶仇中所谓的社会安力 问有方是否今天所有国家都应该入门疫情呢 除了各位近年有不少电影都以推购世界为题材 与其在指上谈飞 谱口雪白话 不如我们看看电影中的主角 如何选择呢 电影方导陀面说出了男主角 林肯生活在一个某次乌唐方的社区 但有一天男主角怀疑自己的生活只是一个巨大可言 这个世界的所有人类都只是有知人的福祭品 之所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都只是为了向有知人提供身体力 故事的结局 但主角雪白涂出了小多年6年 现实中的洛杉矶 尘场真实世界 另外想和大家介绍另外一套的电影 《厂门的世界》 主角厂门生活是一座小镇 作为小镇中的一间保险公司的经纪人 表现上最同常的生活 但真实就是小镇 實際上是一幢巨大的攝影廠 製作失落在攝影廠的月球上 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一千個攝影機在拍攝 報視每一刻都受到全世界關注 身邊所有人包括家人和朋友 都是創活的世界的演員 突然有一天 川普發言身邊的一切都只是虛偷 打算半夜逢走 電影中最經典的音樂就是 看到這個放音器或給廠門聽 他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節目明星 但是世界並不比這個虛偷世界更加好 如果他選擇留在小鎮 不用面對真實世界的門具 但廠門沒有任何的猶豫轉身離開 和所謂一樣對於很多人而言 統局的平靡 現實世界中的種種報章 而是心不由於的生活 比起安穩暴人 選擇權台之情 決定是人們所追求的 今天我方 有方最大分別 聲聲是 我方尊重選擇的權利 若然你選擇留在虛偷世界 我方絕對是不弱的 但世界上亦有的 好像說過一樣 很真實 有任何人幫助上人類的權利呢 發言時間是 你的發言時間是 三分鐘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然後是 月方第一副片的發言時間 你有三分鐘 預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大家好,剛剛主編問了你們有沒有方法確保所有人會相信你說的這個消息出來? 其實你們自用新冠肺炎這個例子是一個錯誤類比來的 因為如果你不說這件事出來的話就會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就是病毒會蔓延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虛擬世界是沒有後果,如果你不說出來的話什麼都不會發生 但是你說了出來反而會導致很多很嚴重的後果 今天的友方說你們是確保不了存亡會相信你,但是你就覺得存亡會相信你說話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存亡都會相信呢?其實你們是不是過份落官和不顧後果呢? 聽到友方再相強調知情條,但是我方主編已經引用國安保密法 認證知情權不是絕對的,不可以凌駕公眾利益和國家安全 但是友方不知道,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什麼罪具傳染性呢? 古神巴菲特說,不是新冠肺炎,而是恐懼 或者可能友方因為危機感太薄弱,看不到公告天下的閉嘴 那就讓我們用理論和推論和資料讓你們明白吧 幾十年前,因為一個電台節目主持湯德爾說火星人集地圖 引發美國人集體恐慌,有人自殺,有人拿槍聯掃 三年前,口偉儀居民以為飛彈攻擊 有人甚至覺得末日到就不需要顧倫理 和自己的姐姐發生性關係 一場新風肺炎,澳洲有人信電信發射站會播毒 竟然放火燒毀這些閘,又因為怕沒有廁紙用 竟然有香港人拿刀搶廁紙 當恐他坐大,人就會失去離聖 當恐他蔓延,社會就集體揭師抵禮 災難就會倒流,而這點沒有分國階 因為是人類的共性 疫症和飛彈都引起天下大亂 何況我不是要說,其實今天不是人來的,只是一堆零和一 那究竟會闖出什麼驚天大禍,我真的不敢想 大家可能會說,或者沒有人信呢 好了,既然沒有人信,那又說來為什麼 就是為了給人信物清新 在座各位,這個正正是公告天下的兩難困局 我方主編已經提出,公告天下要衡量兩大標準 第一,有沒有人信?如果沒有,講都沒有用 第二,就算有人信,怎樣保證公告天下不是壞大標準 嗯,其實這個天下新令如新,都不會有好結果 好心做壞事,又何必呢? 就不要說,我方主編已經提醒大家 作為事物者會影響自身安全 但是有方說,講出去有很多好處 但是你們都是沒過到我們的三關 就算你覺得我們的三關有人想研究,又研究到 但是你其實是想研究什麼呢? 這個利署又有多大呢? 叮叮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一塊石頭扔入水 你以為石頭小小,但是就可以引發一頭棉椅 所以不如放棄公告天下吧 多謝各位 你的發言時間是3分11秒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之後是隔方第二副變 你有3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到 叮叮 這就是評判任何,各位 大家好,來到任何位置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分析這條棉椅 第一,個人角度 任何人覺得公告天下之後 沒有人會相信,甚至可能會引致殺身之我 但我封台下的時候,問過任何人 都說來公告天下,說基礎是完的 這件事是否錯,任何沒有答過 整件事根本就沒有對錯之分 總之我會覺得追求真實,脫離,控制比起子力,成命更加重要 可能一開始他公告了這個事實 是沒有人相信,沒有人覺得世界是完的 但隨著時間推延過半年,或是被人證實了的時候 如果當初他不說,他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 這是完的 所以會不會今天公告天下,最後信或不信 惡光和任何人都論證不到 但最緊的是,讓那些信的人去選擇 他最後是不是要繼續留在這個虛擬的世界 還是說他要脫離這個世界,去程度真實 第二,有可能在社會方面,有可能會覺得 為了避免社會恐慌,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公告天下 但我可以傳染病為例子 跟有可能跟我說的時候,有可能就說不可以類比 但如果我們繼續不告訴別人這個世界是虛擬的時候 我們就不斷地生活在一個假的世界裏面 不斷地做一個實際事 不讓我背後的作用是主要去控制的時候 這個已經算是一個恐嚴重的後果 為什麼不可以類比呢? 當初公告傳染病的時候,其實政府都不可以發抗 可不可以自己控制疫情 當初口災價格更加被人炒到幾百元一盒 社會很恐怖 但是政府依然選擇是公告其他 那我現在有一個邏輯,為了避免社會恐怖 是不是要像某些國家那樣不斷地進行疫情呢? 是不是過往歷史裡面,所有的民主抗爭 所有民主引發出來的所謂的社會民主示威 是否都要是錯呢?麻煩可以正面解答 而來到這個位置,我們可以做兩個問題 黑色的問題,第一,人類依然都有選擇權 我根本就開始強調,無論好還是壞 我們都應該有一個選擇 由小到小,世界都顧及我們選擇的決定 世界可以選擇什麼衣服,什麼衣服,大衣服,大衣服 可以選擇什麼衣服,什麼人組織家庭 正是因為社會相信,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做決定 如果你覺得虛構的世界是足夠美好的時候 你大衣服留下,但可能也不可以反對 有人會選擇追求真相 所以說到底,無論是我光還是有光 無人知道虛構的世界還是這世界更加美好 但逃出虛構的世界之後 可能會被現實世界更加,比虛構的世界更加差 但跟楚門一樣,我們宗司是自由意志,掌控生命的權利 反問有何是否覺得選擇權可以被任何戰敗呢? 第二,公告天下,要公告天下還是收縮埋骸呢? 其實這裏面是配合相關討論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擁對將上面靈魂一隻眼開,一隻眼閉,還是抗 還是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反抗 在歷史上,我每一次做的那些都是由公告天下開始 美國帶領其他民主要抗議全面天下 領導大家了解到民主要的重要性和爭取 如果當初民主要抗議一個人收縮起來 今天的世界有什麼成本呢? 希望大家可以獲得一些日本很真實 多謝各位 現在發言時間是3分13秒,沒有超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月方第二副便,你有3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開始 叮 大家好,有方同學今天講了很多的電影 但其實有方同學應該是看得太多英雄的電影 知應為自己有兩大責任,道德和造福人群 但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回答我們 主見就提出如何確保友人信 有方同學所講的消息 首先說回道德責任,有方同學今天自應為自己有責任去滿足世人的知情權 但知情權其實是不靈過一切的 因為在知情權面前還有國家和公眾的利益 任何重大的消息都一定好像一顆小石 跌入水之後可以掀起巨大的涟漪 難道有方同學是想人類文明毀於世界虛擬的這個消息手上嗎? 有方同學今天是無視人類最原始的情感恐懼 對這一種衝擊人本性的這個消息不會造成恐慌嗎? 有方同學一直都沒有回答 當世界有八成四的人都是有宗教信仰 如果證明了世界是虛擬的 就會對他們的信仰基礎進行這個巨大的衝擊 因為所有宗教存在都是解釋人類的存在 人類是真實人類為何會生為何會死 但是虛擬世界正正跟我們說我們從來都沒有存在過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難道有方同學想見到這種情況嗎? 另外有方同學口口聲聲說要為這個科學發展作出貢獻 但是我方已經說了很多次了 其實要達到科學進展我們必須要克服三關 高等文明、人類恐慌以及社會動員和科學能力、科研能力 相信在座位置都有打遊戲 我們就好像遊戲一面的人一旦不再受控制 可能玩家隨時會重置遊戲或者刪除這個程式 如果我們覺醒了同樣這個高等文明都會關機 就算過了高等文明這一關 我們都要熬過人類因為自身恐慌而帶來的滅頂之災 我方已經多次論述人類恐慌可以帶來的毀滅 那我就不多說了 而社會是否可以團結尋求這個科學的進展 或者人類是不是有能力突破這個虛擬世界的控制 掌握這個世界的代曼也是值得質疑的問題 那既然有方同學沒辦法由自己或公眾利益 他試一下公告天下的後果 我們就換一個角度 又控制這個虛擬世界的個體想像 既然這個文明一直都不讓我們知道 很大可能是因為他不想我們知道我們生活在一個虛擬世界面 那如果我們需要暴露他的秘密會怎樣做呢 相信在兩位各位都看過很多電影 永遠知道最多人都是第一個死的 因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 那可能有方同學聽不明白為什麼 現在這個造物主有多厲害 高等文明有多厲害 但是其實他的能力比復仇者聯盟的灰龍更加厲害 比星球大戰的死星更具毀滅性 他只需要按一個按鈕 世界就沒有人類就玩完 我們都是演算法 這個造物主只需要更改一些程式 或者一些參數 000就變成0001 就可以令人類現在所有的知識改變 甚至令世界不再適合生物存在 有方同學這個高等文明只需要做一些微小的改動 一加一就可能不等於二 我們所感知的三維空間都可能被壓縮成一張紙的二維空間 我們真的有機會逃走嗎 可能有方同學覺得我在危言耸聽 或者說的全部都是自己幻想的 但是有方同學既然這個世界都可以是虛擬的 我們認知的一切都可以完全改變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連思考 如果我們真的會被他團結的話 我們可能連思考 這個決定是不是理性的時間都沒有 更何況再出十多八天 有方同學今天高估了人類的 再出了那份意識 會認清人類的面子 多謝各位 你的發現時間是三分零八秒 沒有超時 沒有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下發問環節 每方各有兩輪發問 現在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是可以 評判主席 評判主席 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有方全場不停質疑 即使公告天雅 都不會有人相信 但是現實世界中 有人提出虛擬世界論 有人提出世界毋日論 一樣都有人相信 因此有方反對不到 各樣角色的主張 都有自己的支持者 有方選擇不公告世界 其他人失去選擇權 但公告天雅之後 不相信的人 可以留在虛擬世界 但相信的人 有權離開虛擬 接受信實世界 最後想問有方 按照有方的邏輯 當時哥布尼說 地球是完的 都沒有人相信 有方是否覺得 哥布尼應該隱藏等法 令世人至今都覺得 地球是荒型的呢 謝謝各位 反方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由反方自由派出一位便員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 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有方和我提起世界毋日論 但是有方和我知不知 我們一九九幾年 已經有人提過世界毋日 很多人已經說過 但是去到2012年的時候 依然很多人怕世界毋日 那個時候 根據臨床心理學家李寶林的說法 他有七成的病人 所以以世界毋日作為一個話題 而有方同學 也是多次重新 我們是有能 相信人可以離開到這個虛擬世界 但是有方同學 你要離開到虛擬世界 你才得到三關 第一 高等文明不會毋滅我們 但是有方 能否確定到呢 第二 我們人類是不會恐慌 但是有方同學 你是不是確定到 人聽到這麽離奇的消息 是不會害怕的呢 第三 是否真的我們有能力去離開呢 有分合情的論證 多謝各位 接著輪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員發問 請你必須開啟鏡頭 現在輪到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可以 叮 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就不斷說人類是需要選擇權的 但你今天公告的是一個衝擊自由意志的消息 到底是選擇 還是好像有方一副話雜 是恐懼迫使人心不由己呢 今天操控我們世界的一個高等文明 請問我們如何跟一個高等文明去抗爭呢 社會學家拜梅斯特的實驗指出 人在認為自己沒有自由意志的時候 會令到道德淪亡社會崩壞 當人類得知世界虛擬的 自己只是一和零的時候 生、老、病、死、愛恨、親疏 一切都是代碼 都是已經被擺佈 請問 有方今天是不同意 心理學家所說的 會令人道德淪亡 是心理學家的錯 還是有方的錯呢 多謝各位 正方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謝謝 分享 我們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便願回答 你有時間 準備好鏡頭試 聽不聽得到 聽得到 可以 多謝科學的問題 我剛才說沒有自由 只能知道沒有自由 就會導臨上就很恐怖 其實按照科學今天沒有自由 沒有自由意志之後會沒有道德隆上 方向都支持自由意志是重要的 今天既然你沒有自由意志 所以你不去爭取 有自由方向的邏輯 今天你也要爭取自由意志 去建立道德 令到一個安利的社會 這個才是真正的選擇 更加重要的是 今天方向的訴訟 高登文明很恐怖 我們未必反過得到 看回歷史 年齡都發火大革命 他們都覺得帝制是改變不了的 沒有那麼大權力 我們沒有可能做到的 我們是農底而已 最終都成功了 有方向每一個革命之爭 都不知道就一定成功了 因為是反過了這個過程 是證明了你有自由意志才是最早的 有方向一、二、五 剛才都是用什麼例子去證明人類的 很可能是要言 有方向我怎樣怎樣怎樣 有方向我公道天下 我不是在網上 我不是在網上說 我可以通過政府 我們可以通過有信用的去發表 有方向你那些變成要言 真的沒有信用的 有方向你那些變成要求 有方向你那些變成要求 現在進入第二輪台下發問 請先由正方派出一位台下變員發問 你必須開啟鏡頭 你有一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好可以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作座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反對變題 基於要維穩 有方不否認 改變的過程中 難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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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同樣地 不公告天下是 反方一分鐘準備時間開始 停止時間開始 准备时间结束 现在由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辩员回答 你有一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听不听到 听到 可以开始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 就说要这个公布了 同一个政府或者科学家讲 再要科学家公布 究竟公布天下还是不是我 还是不是一个小人物呢 另外有方同学今天不断地跟我们说 哎呀我们要突破这个高等文明 我们不应该畏惧它 我们应该好像列宁那样 去进行这个革命 但是有方同学列宁 他们发觉这些大革命 他们全部针对的 都是一个政府 都是一个人 都是受虚拟世界的人 摆布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有方同学 现在要做的 是想冲击 是想跟这个高等文明去斗 当我们已经被这个高等文明 控制了的时候 我们究竟有没有自由意志 究竟有没有这个能力 去进行这个反抗 我们有没有自己觉醒 去进行这个反抗呢 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 就算我们真的有这样的自由意志 去这样做 去真的想推翻这个高等文明 究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去这样做呢 既然它都可以创造这个世界 既然都好像有方同学那样说 它的能力是不断地扩大 有方同学 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牺牲 整个人类文明 整个世界 就是为了进行有方同学所说的革命呢 多谢各位 进到 接着轮到反方派出一位台下变缘发问 请你必须开启镜头 你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你有一分钟时间发现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大家好 有方的幻想是美好的 他们认为这只要公告天下 就可以牽动所谓的群众力量 对抗高等文明 但如果世界是虚拟的话 我们背后的高等文明 但指之间就可以毁灭地球 我们只是隆重之了 无法掀起波乱 甚至可能因为说出这个消息 导致整个世界被高等文明删除 所以有方要证明可以掀起群众力量 就必须 我们是有同族物主抗衡的能力 否则就会引起群众康复 当有方要再出一个赌博的时候 就请问有方 当我们自己根本只是一寸代码 一切都已经安排好的时候 请问我们如何击到背后的高等文明 请来多谢各位 正方一分钟预备时间开始 这样 Şeylog 505 準備時間結束,現在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邊緣回答 你有一分鐘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意 聽到 可以 很多一方同學的提問,總見一方的男朋友,最多是經常反抗 我方向來說,世界上很多革命都不知道自己反抗 但就知道自己反抗 不可以類比的,因為高德民比較強 但我方同學最後講幾句話 因為我們都在高德民控制之下 當然他們都在政府,法國大革命都在帝制的控制之下 他們同樣可以被人殺殺,根本可以類美 但為何他們都仍然選擇 因為他們希望革命去爭取自己的自由 其中革命帶來的自由意志 因為最重要是令到整個世界很強烈這個自由 因為自由,最後自由是人權本身的人之本性 更重要的是,今天方說我們通過政府去公布天下 不是叫做你去選擇公布天下 但有方同學,你通過網絡去公布天下 又是否要公布天下 那為何我方通過政府渠道 在大眾面前跟大家說過 這個世界的區域,為何由我自己說呢 但為何通過網絡,但通過電視節目 可能這就叫公布天下 可能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因為我方通過… 現在是劫便環節,雙方劫便有一分鐘預備時間 可是… 這可能就是想說… 不算… 也… 我… 上… 啊… 是…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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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眼前的希望有几秒少都忽悉他向前衝 不以为是解救世人 但有方请你看清楚现实 就像打机那样 如果游戏的人突然冲出来 大家会不会想突然关机重新编辑这个情细呢 有方高中文明有能力创造你 为什么没办法去毁灭你呢 今天我们双方都是游戏里面的小人物 不过我们突然收到这个世界虚拟的消息 有方同学今天就想都不想 第一时间冲去做主角 说要拯救世人 不过有方同学你根本没有能力 是不是在这里称英雄呢 一个真的英雄有什么特质呢 第一一个英雄其实很强大 不过我们只是中学生人名言轻 不过既然有方都已经说过 说是找科 说是找政府 那也不是来以公布天下了 对不对 第二 英雄可以权能轻重 但是有方今天是不理后果 说恐科也不要紧 但是我今天 我方今天据出很多例子 理论权威去证明 有方都拼不了 今次影响这么大 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停一停 想一想呢 第三 英雄是会为世人着想 但是有方公布这个消息 似乎是为了自我满足 有方今天在这里牺牲大我 完成小我 美其并说要保障知情权 道德权 但是其实在这里毁灭人类分病 我们不断说知情权不是绝对 道德是为了公众 但是今次有方说了出来 就是损害公众利益 何必呢 第四 公众应该懂得审视作用 但是有方不懂 有方就挂着这个科学研究的旗号 但是实际上就在这里毁灭人的社会 有方今天就好像三个时代的马叔 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多老旺的决定 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有多深远的影响 结果一失足成千古痕 兵败而删倒 如果有方好像我们 做回副长王平 按钉不动 所有问题都不会发生 我们还要看看沙士比亚怎么说 他说生存还致毁灭 问我们究竟是否应该忍辱负众 为求天下太平 还是为了一己施辱 天下大乱 有方可能觉得我们很悲观 但是有些人可能接受到 但是人确实是不理智的 我们是没办法控制所云都不会恐慌 有方今天是否用全人类的命运 去做一个奇迹发生 希望个个都可以带步难过 从而达到有方从何口中这些卑微的利益 最后 我们希望有方做一个真正的英雄 不要为讲而讲 就以人性过分乐观 为自己为创生 并且三戒其手 保守世界是虚异的秘密 也不要孤注一扎 为了虚无飘无的希望 将全人类的命运 压上到最后 谢谢 你的发言时间是4分03秒 没有超市 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不好意思 甲方劫变未发言 不好意思 接着是甲方劫变的总结时间 你有4分钟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点头示意 是咪是咪 听到 可以 评判主席再改答 从小到小 妈妈都教你不要说大话 不是会得大 但是我发现了世界真的有很多大话 例如打完疫苗死了之后 不关疫苗事 远环拘捕新闻军 或者不关新闻自由事 有例如他真的会无事的 所以整个世界都会崇拜方言 讨厌正常感 甚至有语言 学家说人只需要有语言 就有这么大话 所以说 但是轻生裸正 是这么大话 但世界中有些意外 不喜欢讲真相 但无论他们的结局 在真实还是现实 都是悲惨的 例如斯特登 他爆完美国私人之后 就没有好日子过 有例如B怪客的男主角 最后都会死 但是他们明知的后果 特别是这样做 是一种画面很美的 读得高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知道有真相 为什么今天方言不可以 取提真相 这个就是今天变成的 正义之处 因为要总结变态 可以由以下问题提及化 第一 因为社会安理可以凌较真相之上 那方学说 那个真相给大家听 大家就无法 所以我从主辩到刚刚 都在我问了方学 究竟日程都会用社会空方 为什么要告诉大家 那方学一直都无教 甚至有方学跟他们说 有皇子复仇记 有一句 生存病是毁灭 我们看看皇子复仇记 原来最后主角 变成了复仇 他选择了毁灭 他那种人生很有毁灭 那种人生很有毁灭 好像是偷生的那种人生很有毁灭 那方学会更加支持我们 要反抗 所以总结的是 今天社会安理 一直都不维持优先 而是真相 而是大家选择不平 然后有方学说 你说出来没有人信 好像波环那样被人烧死 但是如果用人类历史 去做一句人类历史 就是从不知天高地口占学会各种困优 那种区域在哪里呢 就是各种前科拜这些这么勇敢的科学家 因为为什么知道地平是圆 今天我们知道力学 为什么我们知道N1E和NCSquare 就是这些当年被人说 此前比较无人性的人 很努力地去力挽荷 讲给大家 因为才有真正 这个这么成功的人类社会 看起来在我眼中 他们是不是错了 我说是海峡问答 不同意乎有没有答 但是证明了他们没错 他们是一个伟大的人 为什么今天我刚才说的事实又是不错呢 所以我最后就说 我刚才说 我刚才透过政府去说 不是自责违反多变题 我后面如果是全部政府高官 对着电视说 今天世界区别 这样又是否叫做自己呢 所以我刚才根本界定得不清不错 而第二点问题就是 今天又应该反抗呢 我刚才今天觉得有一个很好的 我认为你听 我都很同意 所以今天更加要公布世界 抓核中的力量 例如法国大革命运动 他都不是一个人做的 是抓核中的力量 反抗就要告诉大家 他抓核中的力量 今天每一个革命都是这样的仇人 方和何方无法反对些什么 所以各位 全作品《198社》的《众部知的力量》 方向就是抓住这个信念 和何方说的 整个体称 当他无事 当然了 今天何方真可以当无事 在大华面过一世 但答案如何呢 是禁入香港 因为香港这么多人移民 这样的共同不安都严于大华 有人说香港的经济很好 我们今天就要认为一个年轻人 和一个街窗幅满的真相 有人说今天无线电视截然很好看 我们今天就是灭杀其他电视图像 根本没有竞争 不懂得太平 没有面对任何问题 大家都被慢慢认得不记得好 这样又不是真正的美丽 新香港 美丽新世界呢 所以又回到那条纸巷问题 或者是盲目的猪 还是冲土的人呢 而今天的真相就是 就有无一个痛苦技艺 所以全世界甚至今天香港 已经出现在英雄异事 以死明治 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抗方言 而真相就像苹果那样 就要踩在地上 变成苹果汁 每个粒都好 今天只要有一粒果子 可以发芽成长 令到遍地而大树 因为面具底下的 就是肉体 更加是信念 是坚守真正的信念 今天的肉体 可以被刀刺穿 但信念是刀枪不入而无所畏 反而令人与团结 而团结就与了你的信念 希望我肯定坚守这个信念 在这里做一个痛苦的人 都做了什么样的团结呢 各位 你的发言时间是3分58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本人将与评判手作联络 处理分子问题 现在会是3分钟的休息时间 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需要额外评分 每位评判请先选出3位表现 并教阶辩原 再分别给予分数 最佳1位得30分 次佳1位得20分 余下1位得10分 alan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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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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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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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计则是知名人说的话 因为这些我不只是很有力的论证 即是电影的剧情 無论发生了什么就好了 那他不能作为一个推论 除非是有一些现实世界上发生过的例子 一些理论 又或者是一些数据 那些是比较有说服力 因为电影的剧情 他都只是一套电影 这是有语言的 我觉得不是在辩论场上 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要有一個論證的方法 我覺得雙方都可以注意這一點 然後到反方 其實反方的論證上都有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反方的主線是很簡單的 就是有一個兩難 然後就不斷地拋別人 那你怕不怕?很怕的 那些人會有很大件事的 其實你今天彈演的角色就是一個陰謀論YouTuber 不斷地降落 有高等文明操控 我們千萬不要這麼說話 一說話就會有人關機 我們就玩完了 那整場就是在說這件事 但我覺得其實 越方如果你要運用你這條主線和這個說法 其實你要再加多海量的例子去恐嚇評判 就是你今天說怎樣關機法 怎樣那些人知道世界每天之後 跑去自殺、發瘋、恐怖襲擊、邪教 信了些不知什麼 那變成在那些位置 如果你要加強你的說服力 或者尤其是主線的鋪排這麼簡單的時候 你就應該每個位置塞很多這樣的例子 就是有些人信了某一套東西 有些人信了某極端信仰 有些人信了某些人說的語言 於是就有發瘋、那裏有襲擊 那裏又有些人黏了線 有些人就這樣自殺 那你應該每個位置去避免這些東西 而我其實剛才聽不到 就是不斷聽到你每個位置就說 總之有個歌等文明 很難打的打不贏的 那就是完了 那就是不斷每個位置就說 有個歌等文明很難打打不贏的 然後就停在這個位置 那我覺得其實你們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補足你們的內容 那就是雙方的內容上 第二點我想說就是交鋒上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雙方很少正面的交鋒 去攻擊別人一些主要的一些論點 例如今天月方他們說 就是一開始就不斷拋過兩欄的位置 就跟他們說你怎麼確保有人信呢 就算有人信也好 如果沒有人信又怎樣 有人信又怎樣 但是其實這些位置我覺得 隔方是可以去一些直接的挑戰 因為其實這些兩欄某程度上是一些假兩欄 就是如果你們用一些科學 或者求真或者知情權的說法 其實有沒有人信不要緊 重點是當你知道真相的時候 你不應該隱瞞你應該說出來 譬如你見面有說什麼蘋果 什麼記者報導真相 其實這些說法你應該早就說 其實你不需要拖延 或者由得別人在這裡 繼續在用一個兩欄去刁難你 其實其實是一個假兩欄 其實早很多你就可以用一些 更加正面的回應 我覺得雙方都有這個情況 就是很多位置你沒有一個 很正面的交鋒 其實有很多位置 例如隔方又會跟你說 先看一下 例如他用一些類比 他不斷說革命 接著之後說疫情 其實很多這些隔方所選用的例子 其實粵方也可以提出更加多的質 例如別人一直跟你說革命 你們的回應就是 高等文明很厲害 你怎樣打得贏 就是那個感覺就好像沒有對嘴 我覺得尤其是在 如果說到交鋒 我覺得問答那個環節 這個不對嘴的情況是更加明顯的 就好像兩邊就好像在玩這個答錯線 就是隔方就會問一條 問哥伯尼 然後粵方就會回答 那你怎樣對抗高等文明 然後到粵方又問回頭 那有兩難在這裡 那你選擇信還是不信呢 然後隔方就突然會說疫情 就是我覺得很多位置 好像被人的感覺就好像 你們好像沒有聽到對方問什麼 然後你們就拿著 你們自己寫了的例子就讀出來 那變成那個感覺就不良好 還有好像你們沒有能夠 好好運用那些對答的 問答的環節 去正面去回應或者攻擊 或者提出質疑 甚至每次問問題的時候 可能你會用了一些反問 或者你問了幾條問題 那變成就不能很聚焦地 去用一個問答的環節 很直接地去問你的問題 因為其實問答的環節 那個最有效的作用就是在於 別人不能避免 你在那段時間 只問一條問題 那別人就被迫著回答 如果別人不回答 那些評判一聽就知道 他沒有回避了 那就會扣分 所以其實我覺得 雙方在往後你們去處理 不論在台上或在台下問答的時候 你們去保安或答問題的時候 都可以再花多一些心思 我簡單地說這兩點 謝謝 謝謝 然後請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辯論隊隊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辯論隊隊員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李永恩小姐 告訴我們一些評語 好 謝謝主席 首先謝謝坐好你的邀請 還有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用心準備這場比賽 其實我覺得這場比賽 和上一場 其實都是同一條變態 有些位置都很相似 還有有些位置我覺得上一場做得好 但這場可能不太能見到的位置 那我就主要走一些可以再改善的位置 再說一說 其實我也很同意剛剛那位評判所說 就是關於主線的設立那裡的一些問題 譬如好像正方 正方一開始說的是 為什麼要告訴別人呢 就是想集中全球的力量去改變世界 但是去到後場的論證 其實就聽到很少有實際的一些論證 或者例子去說如何集中全球的力量 每次反方一遇到你們說這個位置,他們就會說背後會有一個很強大的操縱者 然後你們就好像退了,兩邊都好像以退為進,兩邊都好像敵不動我不動 就沒有再攻擊對面所說的事情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蠻可惜的,因為其實辯論本身就是要你走到別人的線上 然後再說他們的有什麼不合理,或者攻擊他們 但今場就覺得大家都比較保守地站在自己的線上,主要是說自己的事情 第二個位置就是關於結構的問題 去到一二座,尤其是台下發問或公辨的環節 其實我覺得這些點都比較難的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說的話有點不對勁 第二個原因就是可能你們的稿上沒有特別去想過結構 其實對於評判來說,結構我覺得都挺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一來這樣說了三四分鐘,說了很多東西 但是沒有結構,其實我們很難抄下你說過的一些重點 可能會抄下一些很零碎的點,都可以抄到東西的 但是對於結構就不是那麼好 最後一點就是論證,我覺得你們的論證其實都可以論證得嚴密一點 舉個例子反方的同學,一開始反主就說絕對的知情權是不應該有絕對的知情權 其實我覺得反方整場有這麼多時間,其實可以不妨比較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你覺得知情權不可以凌駕社會安寧 可以比較一下他們兩者的得失,或者他們兩個對於社會,或者對於人類來說 帶來的利處和廢處 雖然這個不是一個利弊變態,但是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去說回 為什麼你覺得不讓人知道,會好過太過強調知情權這件事 是的,我大致上的評語是這麼多,謝謝 謝謝,最後有請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蘇健雲先生 大家好,首先多謝蔡惠的邀請 我首先說一點就是關於移用,或者present方面 其實辯論歸根究竟,你也是一個performance 有幾點想說,我自己觀察,例如 月方的傑辯同學 你先弄好了 你先弄好了 是的,可能你的輪胎後面那邊是比前面那邊的長 這個是一個不太好的打輪胎方法 其次就是你出來說話的時候 不單止是你,幾位辯人我都留意到,你們的手勢是有些奇怪的 即是你們有時候會抱著自己,又或者站到有些歪來歪斜 這些都可以注意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月方的義父,我留意到你在 月方傑辯說話的時候就在玩剪刀 這些其實就給評判不是那麼好的觀感 然後可能 這個問題是甲方都有的,可能甲方有 幾位辯人在傑辯說話的時候都在玩手指 那這些都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始終都是 一個performance 然後就是講一個presentation的問題 那我自己會覺得 甲方的presentation 就可能會有一點點惡的 那可能再去改善一下 那月方的問題我就會覺得有時候有一些 說法是有些不自然 即是他會很 很不像一個conversation 很突压的 那可以回去看一些片 那可能會說的是一些 停頓或者一些不自然的音調 都會影響 你們 說話的那個內容的質素 是的 好,那接著我們就回到 辯論的內容 那我自己覺得 這場辯論 就是 那個 價值上面都 沒有什麼 特別位置要討論 因為 沒有什麼說對 錯的 那 就是回到 都是 兩點而已 第一個就是關於 高等文明的這件事 那 是 越方一個 比較強的一個位置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我非常同意就是 前面兩位評判所說的 就是那個推論是不夠的 因為整場只有一個說法就是 你怕不怕 因為你 不夠 那樣 所以整場都只是 同一個說法 那就會 有點悶了 所以 內容的分數 其實在後面 就不會很支撐到這件事 雖然 即是 隔方的問題就是 沒有什麼 去質疑這個位置 所以這一點我就會覺得比較可惜 那跟著 第二點 都是沒有什麼 發達來講的 就是關於 找政府去公告天下 而不是找你去公告天下 其實我留意到 其實 隔方就不是 就是他好像只是回應了一兩次 那樣的 但是越方都是 只是說了兩次 你沒有鎖死到這個位置 其實他說這一點就是 正正就是 對於你們其中一個點就是 沒有人會信的這一點 他覺得 這個位置是強的 所以他才說 我們找政府去公告 那就可以了 然後 如果你們可以捉住這一點 去到 指出 其實對方就是 知道 沒有人相信這一點 所以他才會去找政府去公告 這一點 那這些回應上 我都覺得 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那跟著 再下來 那就是 月方比隔方的難題 那就是一個 兩難 前面評判都說了 是一個假兩難 為什麼 是一個假兩難 因為我自己覺得 其實 其實是 直接可以說就是 你想有人相信 然後 後面那些恐慌 其實 如果你進取一點點 你是直接可以說是 合理的 因為 其實你所說的話 例如去買口罩 或者做一些預防的措施 其實那些都是一些 你不好聽可以叫做恐慌 好聽可以叫做預防 其實是 如果你那件事是真的話 如果你是做了預防的話 其實是一件好事 還有你引用很多不同的例子 那些科學研究的 其實他最後是不是都想有人相信 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隔方是可以大方承認就是我想有人相信 恐不恐慌我們再去處理另外一件事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關於 隔方的主線 其實我自己就 不是特別同意 第一位評判所說就是 只是focus在知情權 如果我沒有解釋的話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只是說知情權的話 你們內容的深度其實是不夠 沒有支撐整場辯論的 那我想 更大的問題就是 整個 就是對於 有沒有人 因為相信這件事而作出改變的那個推論才是更大的問題 那所以這個位置就可能你們要再去想多不同的類比 或者去例子 去支撐 那最後一件事就是關於 台下 發問 其實前面評判也有說 就是 沒有聽對面說任何東西 也都沒有回答對面的問題 所以其實雙方下次可以就是 別人問了一個問題 你就要先回答他 別人問你 哥伯利是否都應該去隱瞞 那你就說 因為這個是一個是 和不是的問題 那你就說 不是 那因為你就說 兩者是沒有可比性的 因為哥伯利說的那個是 就是他的 目標是 同等 維度的人 然後 我們現在 說的虛擬世界 是一個比我們 更加高等的文明 所以那個目標是 不同的情況下 兩者不可以類比 所以哥伯利不是應該要隱瞞 但是如果 是虛擬世界的話 就應該是隱瞞 那如果這樣直接回答的話 那其實是 會拿到份 也都不會讓評判覺得 是你沒有回答過 那條問題 這樣 是的 少少意見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 全部 謝謝 謝謝 現在又說宣佈賽果 首先是最佳辯論員獎項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是 甲方 傑辯 陳志鵬同學 至於今天的賽果 甲方得票 三票 月方得票 零票 換句話說 今天勝出比賽的是 甲方 崇禎 中學 詞取甲 採訪 曲 秋 足 接著